无情无义 飞扬浮躁 全力薰金的蠢猪 居然也想当太子 干脆一刀把镇这个军事了 你马上可以登机 康熙再也忍受不了自己的儿子们 为了抢夺太子的位置简直如同疯狗 本来想喝一口绿豆汤消消火 没想到这是他妈刚出锅的滚汤 直接把老爷子给烫晕了过去 张廷玉吓得赶紧叫传太医 顺便让太医置之自己的老寒腿 而门外的阿哥们听说皇上突然晕倒 正准备进去看看这老家伙是不是装的 站住 众人被老四的叫声吓得一个机灵 这个时候没有旨意 谁也不能忘东 老四说罢便给弟弟们做个榜样带头跪下 众人也只好打消看热闹的心思退了回来 而此时康熙突然回光反照坐了起来 张廷玉却哭着说这时候皇上你要是死了 谁能控制住阿哥们抢夺大卫的局面 而太子则恶狗般扑了过来 哭诉自己不该找小妈打牌惹黄阿玛生气 老三也表示自己不该和大哥顶嘴 但康熙也不想听他们打嘴炮 你到外面护着去 听见了没有 黄阿玛叫你 叫你到外面护着去 你也出去 黄阿玛 出去 虽然大哥被撵了出来 但是他想要废掉太子取而代之的野心丝毫不解 并且一本正经地告诉弟弟们 谁要是想保太子便是跟黄阿玛过不去 跟爱新觉罗的祖宗过不去 只要你们听我这句话 一切都由大哥往回事 谁都不会收不住 你的意思是我们不保太子都来保你 十三 你这话什么意思 老十三表示 二哥毕竟当了四十年的太子 何况大家又是手足之情 而大哥却这样落井下石火上浇油 要是我们几个二哥犯了什么事 落到你手里的话 那还有活路 老大指责老十三帮太子调兵包围行宫 想要是军 老十三则怒斥老大为了当太子手段逮律 正当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时 康熙再次回光反照做了起来 张婷玉一本正经地表示 现在太子不能废掉 一旦废掉有可能引来夺敌之争的大火 康熙怕他的兔沫喷在自己脸上 便转向一边让他继续说下去 张婷玉认为太子绝对没有胆量调兵弑君 那张调兵的手谕很可能有大问题 李大臣 把那张手谕给朕 难道是假的 这是模仿的手机 这个事谁干的 皇上 魏臣以为应该从容查办 不 现在就查 可现在去查 无从着手 为了保住太子稳住大军 看来是时候让老十三委屈一下了 张婷玉奉命出来问话老十三 今晚为什么单独和太子外出 而老十三表示自己只是卡二哥心情不好 因此便和他出去散散心 张婷玉便拿出调兵口 玉问他可曾见过 此时老十四看了一眼老八 因为这手谕正是他们俩伪造陷害太子 老十三自然表示从未见过 林虎曾经是你的下属吧 他不但是臣子的属下 更是皇上的臣子 张婷玉 不要问了 把他抓起来 所谓玉家之罪何患无辞 老十三怎么能知道自己是皇上的一颗棋子 只是为了稳固大局临时把他拿去顶罪 就连一向和老十三过不去的老实 也不相信十三弟会调兵谋反 十弟所言有理 十三弟光明磊落 绝不会干出这种阴谋卑劣之事 应真愿以身家庆明担保 我也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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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谁在敢这样 我就要以皇长子的身份 加法同事了 众人一听大哥这话准备当场把他播播了 幸好李德全及时出现 说皇上请他们全部进去 康熙虽然刚刚把老十三抓了起来 现在却又被地里夸他有情有义 毕竟只有他敢在太子背费钱 不必嫌疑地陪着太子 既进到了做弟弟的情谊 又进到了作为臣子的忠贞 说罢他便把话题转到大阿哥的身上 夸大阿哥想要帮自己杀了太子应仁 你现在能不能跟他们说说 你为什么想要杀应仁 孟子云 设计为重军为亲 而臣这样说 放开 康熙痛斥完大阿哥骨肉香残用心歹毒 又询问众人该怎样处置这个蠢猪 众人没有一个愿意保他 也没有一个敢说法的 毕竟黄阿玛刚说过骨肉香残是不对的 老三却说自己有一个关于大哥的秘密 只是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 你现在当着这么多人说 儿臣想要问大哥几句话 问 你看见二哥疯疯傻傻 神志不清 你有何感想 我 我怎么知道 二哥神志不清 就是你干的好事 老三说大哥买通二哥身边的太监 把一个好东西不仅藏在二哥的枕头底下 还埋在玉镜宫的墙角下面 什么东西啊 写着二哥的姓名和生辰拔字的小人 啊 也认 康熙听到大哥居然使用邪术陷害地 便下令削去大哥印制一切爵位贬为庶人 送到宗人府永远圈敬起来